晚间7点56分 黄仁勋的坐车开进松山机场 支持着兴奋不断喊着他的名字 最后没有想到连送机都是如此大阵仗 黄仁勋惊讶惊喜之际 也赶紧上前跟大家说声再见 又是拍照又是签名 黄仁勋来者不去 毕竟粉丝可是等了一整天 有的眨钱买下回答显卡 一家大小专程跑来 为的就是AI照付的亲笔签名 现场甚至连球拍手机壳都出现了 我们有很好的参考 来准备计划准备计划准备 很多公司都在一起 开启黄仁勋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产品开启 它会为台湾的生育系统 既然后来台市5体验 离台这一晚晚餐吃什么 黄仁勋的选择 是他最爱的台市热炒 今天最主要是家人 他们家人来吃饭 那吃完就直接到机场去了 他两次都有点石板鱼 比较特别的是 他所有的菜都不加算 他说他会再过来 但是没有说他什么时候会来 名将巧遇黄仁勋超兴奋 因为终于跟到了 AI照付美食地图 不少人拿出手机墙拍照 人多到甚至排队排到捷运出口 来台两周时间 不只美食去哪吃成了讨论话题 黄仁勋在台湾掀起的AI旋风 更把台湾推上国际新高度 东森新闻临时标黄腿一 红之瑞台北报导